县议会举办的炮炸寒淡爷 台东县议员夏曼玛德能 接受县议会议员全体的推派 身穿蓝语特有的丁字裤 登上寒淡爷主角接受炮炸 在26号议会临时会当天 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 说到炮炸寒淡现场 县门议员谈到炮炸场面 显露出意气风发 身材飞扬的神情 蜜蜂一样 往身上这样子 钉啊 以白色丁字裤 对战红色四脚裤的传统寒淡扮相 事前没有任何准备情况之下 接受轰炸 获得在场众人英雄式的欢呼 好 主 我们 当寒淡 每个人当寒淡 拍拍手 还 还受得了 大家大概是对他们客气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同时 厦门议员还自豪的掀起上衣 展示炮炸之后的成果 呃 刺痛 被这个这个 扶头风 遮到 一百 二十几只 遮到的感觉 搞什么了 哎呦 我给你点赞 传统的台东炸寒淡 在炮炸结束之后 承办单位会即刻以特制的消毒药水 喷洒在肉身寒淡身上 只不过听到议员 豪迈的讨论 炮轰的经过 加上身上的伤痕 胆小的民众看了 还是会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报导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